为表扬优秀企业主在专业领域及对亚裔社区的卓越贡献 休斯顿亚裔商会将于9月30号晚在Bayou Event Center 举办以企业精神为主题的年度晚宴及颁奖典礼 休斯顿亚裔商会于7月13号下午2点 在休斯顿商业周刊总部大楼举行年度企业家奖 提名记者说明会 由执行长Linda Toyota主席赵紫云 以及年度晚宴主席谭秋行 向记者介绍企业家评选的情况 并宣布即日起开始接受报名 休斯顿亚裔商会执行长Linda Toyota说 亚裔美国人的企业是地方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无论他们是跨国大企业或是在本地经营的一家小公司 亚裔企业为休斯顿当地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 亚洲商会年度晚宴设立该奖项 是为了表彰及鼓励这些帮助别人成功的成功企业家 亚裔商会主席赵紫军表示 休斯顿是美国多元化的城市 如此多样的文化融合造就了休斯顿的商业繁荣 对杰出企业家的认同 加强对少数族裔的力量 能进一步促进大休斯顿地区不同族裔之间的交流联谊 有助于社区和谐发展 休斯顿亚裔商会今年特邀休斯顿商业周刊发泄人 Bob Charlotte担任评审主席 Bob Charlotte说 亚裔人士在美国的奋斗和贡献 丰富了美国发展的篇章 休斯顿亚裔商会正式发展着这样一种精神 颁奖晚宴正是肯定这些勤劳奋斗 有思想的亚裔成功人士 亚商会主席赵紫军 以及年度晚宴主席谭秋晴 宣布2016年年度企业家评选报名开始 欢迎各位企业家踊跃报名参与 今年企业精神晚宴将设立年度企业家 年度国际企业家 新兴企业家 年度女性企业家 年度大使 社区冠军等六项大奖 其中年度女性企业家 奖是今年第一次为优秀女性企业家特别设立的 谭秋晴介绍说 今年的获奖方式将采用奥斯卡斯德尔 获奖结果将在9月30日的 休斯顿亚裔商会年度晚宴上现场宣布 提名人直到最后一刻才会了解是否获奖 休斯顿亚裔商会 现接受企业家和社区领袖的提名 报名截止日为7月29日 报名表格及说明请登陆网站 www.ationchampers-hou.org查询